沪明 台湾救狗协会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法讲座 观资在菩萨 心声薄热薄明和时 照见乌云皆空 独一间苦望 舍离子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色相心是一副事 色相心是一副事 无声不灭不高不尽 不曾无间 世故 空中无色 无手相心是 无言而闭声声音 无色相相为出发 无言间 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亦无明尽 乃至无老四 亦无老四情 无苦击灭到 不知无达 不知无达 无禁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着大家的精进 所以对我来说 既然出家只有一条路 精进 当然精进混成两个方面 对内跟对外 特别 你要离一种心 一定要先对内 也就是说 你发亮了 那对方才会因为你的亮 而他也亮了 在佛教里面就要传灯一样 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 一定要成佛 这叫做菩提心 那为什么要利益众生 因为我们很辛苦 老实说 我在这里 世间有辛苦吗 家宅又修夸快乐 不然大家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世间的所有快乐 好像都比较短 但是痛苦的比较多 我们出家已经没什么好痛苦了 出家人也没烦恼情 没烦恼感情 什么都没烦恼 但是呢 也有这个辛苦呢 就是这样 再来一次呢 又一个会起烦恼的心呢 如果你没有所谓空性 然后你就会被境界影响 影响 包括我每天要讲很多话 处理很多事 所以我很少睡午觉了 睡的时间也不长 但是有太多太多 如果以前没有问题 现在有手机呢 有电脑 所以四面八方 世界各地 像我有微博 我有微博 微博里面我还有五千封信还没回 我不知道要怎么出力 我已经看到眼睛都不行了 但是老实说 不回不慈悲 因为过去有好几个 因为他们在癌症 在医院 当然他还可以看微博 然后很痛苦 想要煮什么都还问我 师父我要跳下去 我要跟他们不要跳 因为那个腰有 腰 我们的腰在痛 他腰里面有癌细胞 你看 没有办法 就只想自杀 所以 他太太就拍相片给我看 只能每天抱着棉被 然后这样弯了 因为稍微变得痛 当然他说 他真的想跳 但是他连爬到窗户的能力都没有 但是他又不能跳 因为他太太一直求他活下来 因为那两个人很小 很痛苦 那当然两三天他痛的时候就会传给我 我就会一直帮他 一直帮他 一直帮他 到后来几个礼拜没穿 我想已经是死了 当然 所以我只是希望他是因为癌症而死 而不要因为跳楼而死 但是 所以 这个世界 如果 你是一个 没有那么热忱的人 当然对你来说 就像一个冷酷的医生 反正看着啊看着啊 他的脸就会变 我认识很多医生 我也觉得 这个医生如果没有体悟到众生的病 他只是一个专业的话 甚至他已经变成组织医生 讲话很专业很冷酷的时候 对于来说是最大的伤害 因为人类最大的 最好的佛性就是悲心 其他不重要 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大悲心 你再专业 你的地位再高 只会伤害你 所以就像我们很怕毒蛇一样 眼镜王 他就 动就是要咬人 而且会追人 在马来西亚有一种 叫什么 忘了他会追人的眼镜蛇 所以出现在我们 深美兰 眼镜王 所有印尼人看到都跑掉 因为马来人 因为他会追 一般的蛇 一般的蛇 这样走 眼镜王 他可以直接这样跳到你 他跟别的蛇不一样 所以一看到 全部 他们这几天放假 所以我们战日师要自己看 他就问我怎么办 我请偷帝公啊 眼镜王 眼镜王 还不算 昨天又传给我 一只 绿色很漂亮 将近三公尺 他问我 我哪里在 我说 青蛇 他说 师父怎么会 一直出现 请偷帝公 快点颠阿弥陀佛 只能这样子 但是跟你的工人说 不要惹他 但是也不需要怕他 怕也没用 因为我以前在恒春 也是经常碰到这些 后来我发觉怕他没用 怕他 他可以跑到你房间 你一个不小心 因为我也有一个 四兄弟 你一直走到他房间 轻轻叶叶叶叶 有什么事 抓你的房间 眼镜蛇 因为我本来就看到那只蛇 但是 我后来就知道 他不会进我房间 他进他房间 因为他脾气比我差 有一点毒 但是我有一只蹤狗 那只狗 三天守在我的房间门口 因为我有狗护法 那只狗本来是被抛弃 大家都不爱 我爱 我就看我们书 好 归佛归法 叫莱虎 终于得救了 他不用给他戳掉 我就养他 那是他为我而死 那只眼镜 他守在我这边 所以他被咬 他跑到对面的房间 所以你怎么防 在你房间 在你床下 他什么时候进去 不知道 佛彪彪因缘不可思议 所以同样两个人 那因为我这个人不生气的 虽然我有脾气 但这个人不会害人 这些我从小到大 基本的 我有个性 但我绝对 你拔手叫我怎么 我都欢迎 我就不会去设计别人 什么事情 我就不想这么做 那这一点还是一点点善根 因为这样 所以他不会咬我 所以那你跟他说话 他还会听 你拿东西给他吃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这些人 所谓的苦 都是我们大家一直起心动念 所以起心动念可以 但是各位千万不要 可能失去 有些人喜欢小脑筋 设计设计 不能这么做 我们再好的脑筋 再笨都没关系 笨也没关系 不要害人 不要设计别人 所以就算你养个流浪狗 养到全身脏脏了 但是养的没有很好 但是我还是想要保护他 这样而已 这是学乎的基本的条件 但是有时候做生意的人 或者为了交男女朋友 为了抢对方 为了保 你可能会用一些心机想要去 把对方给伤害走 这就叫做毒 这个叫毒了 那我们学大乘佛教 就最怕心中有这个毒 就是说 你可能会设计伤害众生 就像我们看 这个三昧水灿 他误达国师 讲一句 背后 讲人一句拍位 还对方给人 斩腰 对他来讲 他忏悔了 十四的修行 也还是来 我想我们修大乘佛教 各位先要学这个 不管你把我打成肉酱 那我还是静静的 我只想说 我怎么会疼 但是我不能去害你 告你 所以有人跟我说 师父 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 你想告对方 你就不是佛教徒了 因为佛教徒 特别大乘佛教 为什么整天 连吃一碗肉也不行 是因为 因为他很疼 他很疼 他很疼 你如果加热 代表你没悲心 这样而已 那这个悲心没有了 那你修什么大乘佛教 就没有 跟你没有道理 所以就这样 我真的认识很多 很聪明很聪明的人 做什么事情很聪明 但是他就少了一个 善良的心 跟悲心 这是更可怜的事情 那因为这样 所以各位要发一个愿 不管我做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想要报复 反击 就让我被误会了 然后说我这小偷 要怎么样 我还是静静 这是基本的条件 那第二条件 这叫队内 队内 所以佛教说 大乘佛教就怕 就怕你有这个伤害的心态 所以持戒度悔犯 就是说 你不可以 有一点点念头想要伤害 对方要报复 所以那第二步 那你才会想说 以这个为基本 然后怎么去帮助众生 那为了帮助众生 各位一定要脑筋 要非常的细腻 细腻 因为方方面面 不容易坚固 就像我现在很喜欢超度 各位很多人 跟我很喜欢做阉供 那有很多做阉供的人 也经常传给我 很多问题 其实我已经无差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像我现在 我只能说 我也保留这种直觉 去处理事情 所以为什么说 当然修行要修行到 一个菩萨 要做众生 你如果没得到对方 在想什么 乃至 你就这样